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汉人进来以后他们要龙羹也要捕鱼 他们捕鱼的方法是在这个潮间带 内海潮间带插竹 然后他因为用竹子围的所以就叫做竹户 就以地形地物竹户当作这个聚落的名称 所以我们竹户这个地名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林静王过二人溪要来开墾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他开辟皮毯 后来就变成养殖业 当时养殖业最重要的就是私牧鱼 所以私牧鱼在我们这边历史悠久 而且品质都很不错 林静王他很平易近人 每年所收的税收除了交给官府之外 他自用有余都会赏给电容 一直到他要殉活之前 他都把地气把它全部烧掉 等于是把这些土地送给这些电容 这电容变地主 因为在1683年那个林静王治愈葬于此地 他当时因为改朝换代 所以动荡不安 村民很紧张 所以都不敢立墓碑 还在此地建作摆坐的甲墓 来以乱亲君耳目 直到昭和12年 此墓被人盗挖 取走所有的陪葬品 那村民就马上报警 才发觉此地有三具棺木 自然才知道这里林静王 及袁非罗氏 及早腰之子 严见铜矿 在湖内跟竹户两川村民筹资重修后 直到民国66年 由我们高雄县政府拨款重建 这座古墓为300多年的历史 民国77年由文化部 鉴定为我们国家的三级古迹 1683年东宁战败 准备要跟清廷谈和归顺 那林静王一看 这个情势已去 所以他就准备以身殉国 那么他的姬妾 元氏王氏 还有他的姻妾 秀姑和姐美姐 也就本着亡生亦生亡死亦死的情操 不愿意独活 所以他们也一起上吊殉国 那么上吊的地方 就是上面这一根横梁 那林静王就用王妃之礼 把他们收敛 然后第二天就把他们埋葬在这个地方 后来到乾隆年间 重新立了墓碑 再给他们盖了一个庙 从此才叫做五飞庙 这个庙是木跟庙合一 一种特殊建筑 小巧玲珑 但是线条简单 我们在班的特别的时间点 第一时间点日常过的设备 竟提供的活动 让得给争的幸福方便在在地 拜拜 第二是 合法政府 方法减香减药 第三是第六 正要来的监情 逅上半年 廟宏有准备 提供的奖品 请发出来证件 请思论报告上天 保护幸福平安 身体健康 第二的时间点日常立6月25 我今年生日 新年青春 凡理检望很少 第三的时间点日 刚才来经常说一几月 欠重内渡 欠贴9月以后 刚才来非常严厉 老祖 提供真的开心 一几月平常是吃败没快 但是在林情侯的圣诞 要扮得清晨 所以我们在农立9月以后 老祖圣诞 有办理 减公民党 花放花财筋 会有平安特别 有很多出外的人 携出的女儿 都会趕着这个时间来 跟老祖祝福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拜 林静王的气节 跟五菲的天真 三百多年来 受到百姓的敬仰 也受到文人默克的赞叹 欢迎各位朋友 你有到高雄路逐来的话 到我们足户华山店来参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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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